本來是說 只有不會教的主人 但是我現在想說 只有教不會的主人 拜託大家 內心接受了你家狗狗的狀況 花心力去調整 甚至不要覺得說 那我狗就送去給人家教就好 問題就不在人家家裡 問題就在你家 你為什麼不在你自己家裡重新調整 越講這個越生氣 沒有教不會的狗 只有教不會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才知道問題在哪 大家有沒有發現 開頭有點不一樣 本來是說 只有不會教的主人 但是我現在想說 只有教不會的主人 今天 我有話要說 很多主人會說 熊爸我家的狗很緊張 很興奮 也愛亂叫 我那一天看到一個產品 安定精油 安定項圈 安定背心 看到一個機器 狗狗聽到情緒可以穩定 甚至主人還特別去學 按摩啦 舒緩啊 讓狗狗情緒能夠放鬆 然後就會問我 熊爸那這些有沒有用 其實這些東西呢 說真的 我比你更認真的想研究 我們就用數字來說好了 一隻狗狗的情緒 如果能夠維持我們平常一般的生活 我們就算他60分好了 如果你的狗狗今天是50分 穿了安定背心 然後他加了幾分 然後幫他做了按摩 加個幾分 然後他就及格 當然這些商品產品 它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 如果你的狗狗只有10分 為什麼要把你的所有的希望精神 都用力放在 找這一些方式 卻不重新調整做起 這個才是大量 加分的方式 所以呢 拜託大家 內心接受了你家狗狗的狀況 花心力去調整 甚至不要覺得說 那我狗就送去給人家教就好 問題就不在人家家裡啊 問題就在你家啊 你為什麼不在你自己家裡 重新調整呢 越講這個越生氣 好 思考的方向就是 我要怎麼樣提供一個狗狗 很好的生活的環境 盡可能不要有任何的壓力 不要再一直去想制止處罰 而是怎麼樣去幫狗狗抒發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給狗狗一個完全沒有壓力的環境 真的沒辦法 但紓壓就很重要 給他有好的心情的行為 是不是就要花時間散步 不要再跟我說你沒有空散步啦 你真的要花錢 都準備一些 抑制玩具 啃咬玩具 抗焦慮的玩具 花時間玩遊戲 簡單的訓練 這些都是 紓壓 就算他仍然有一些壓力的累積 但是都可以很好的釋放 像這樣你覺得狗狗要故意不乖嗎 他得罪你對他有什麼好處嗎 沒有嘛 又不是說人跟人這麼壞心 是故意要讓你生氣怎麼樣 我爽啊 你覺得你家狗會這樣嗎 他每天就是期待等你回家 他在那邊故意讓你不高興 不可能發生嘛 當這些都做好了 我們再來想 我們是不是要幫他做一些減餅的練習 還是有哪一些產品的幫助 吃吃這個營養品 聽聽這個聲音 然後聞聞這個味道 然後我再幫他做一些紓壓的按摩 那就不是60分了喔 那可能是70分 80分 90分 是不是要往這邊去追求 難道你真的覺得 嗯 及格就好 拜託 我雖然年紀越來越大 但我真的不喜歡碎碎的唸 不要再讓我這樣唸 我跟你說 所以 熊爸在講 你有沒有在聽 熊爸有話說 喜歡我的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